由于原有的车辆老旧,部分功能无法完整使用,台东施工所向中央及县府争取经费479万元,自筹96万元,总计575万元,购置流动厕所车辆一辆,于未来办理活动时方便租借使用,原有的流动厕所车辆则作为备用。 新购置的车辆在设计上尽量达到各式形态的使用需求,由女用厕所四间,男厕一间,亲子厕所以及残障厕所各一间。此外,车辆设有太阳能充电电力辅助系统,达到环保节能的概念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